由東京大家都喜歡玩最新最潮的東西 如果想尋找昔日的東京,走下丁就可以了 下丁即是舊區的意思 數有名的下丁,必然就要數有貓丁之稱的谷宗 去谷宗其實很方便,從追壓入模擬站走一段小波就到 東京人之所以稱谷宗是貓丁,是因為谷宗有很多貓 十年前的確是,隨處都可以見到有貓 但十年後的今日,我們跑了大半個谷宗 都只見到一隻那麼多,還有一隻酒店貓 有人養的 到底那些貓去了哪裡呢? 最後決定在谷宗人座商店街問一問當地人 剛巧我們遇到商店街頭 買自製明信片的山江先生 他是100%的谷宗人 他所製作的明信片 全部都是立體紙雕 一部分曾經獲得全國大獎 有關谷宗的都不少 每一張都有貓 部分 還有他的童年回憶 問他有關貓的問題 他就說以前谷宗街貓的確有很多 是因為寺院多 又人為 隨著近幾年谷宗不斷發展 街貓也越來越少見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貓離開了 雖然找不到真貓 幸好 還有很多假貓叮盪 貓困張 貓零食 痛痛到很可愛 貓以為就是在谷宗商店街 才有貓 在谷宗附近街 找一找都會遇見一些 和貓有關的商店 貓餵門就是其中一間 Café 是一間有90年歷史的舊文宅 裝修簡約 但從甜點就知道 老闆好喜歡貓 每一樣點心都有貓樣 而這個Café 有一個畫貓的活動 只要你點一個 招財貓 繪畫套餐 就可以一邊探查吃餅 一邊畫貓 招財貓是白酥酥的 小厚的色 要怎麼說 真的要想想 落筆之前 等我看看其他人的作品 偷下絲 再見